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恐怖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林廷辉时间 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 印太经济架构 这个题目其实从今年5月开始 由美国提出的倡议 加上了其他12个国家 后来再加了一个斐济 总共14个国家 在日本东京召开一个会议之后 决定成立这样的一个 它也不是组织 但是它就是一个倡议的概念 是一个架构的概念 是一个处理有关于 包含供应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 一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一个论坛的概念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的确会对整体的印太未来的走向 产生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今天同样的为你邀防到了 是台北教育大学的徐慧怡徐老师 我们还是先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想要请教徐老师 就是说IPEF它其实在5月 在东京举行的高峰会由各个领导人 他们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出现之后 当然有提出了四个支柱了 这当然包含汽油变迁的一个概念 也包含了像供应链的概念 那后来在9月的时候 他们召开了第一次的部长级的会议 部长级的会议就针对这四个支柱 分别有一些讨论小组 然后他们有发布这个宣言 那当时其实台湾在5月的时候 非常紧张 因为这14个国家当中没有台湾 竟然有斐济但是没有台湾 大家会非常担心 其实我到目前还是搞不清楚 就是为什么会有斐济 因为斐济没有晶片 为什么会有斐济 那可能它就有象征上的意义 那待会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当时没有台湾 大家吓得要死说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在6月初的时候 美国马上发布了 就是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台美的 这个所谓的21世纪的贸易倡议的 这样的另外一个平台 那其实里面谈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了 差不多 那大家会比较放心一点 然后原来美国是用这种方式来分别处理 因为大家解释说 如果台湾去参加那个IPEF的话 说不定其他国家跑光光了 也不一定 因为怕说在一中政策的情况之下 不敢跟台湾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多边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接触 反倒美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 既可以缓和那些他的门帮的疑虑 然后又可以这个跟台湾之间达到一定的一个效果 那从这样的一个发展一直到现在 将近已经快要半年的时间了 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架构跟机制 以及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抗中联盟 就是经济形态的北约 有人这么讲 或是印太的这样的一个对中的一个 为中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架构 那你怎么观察这些事情 其实IPEF 我是习惯叫IPAF 比较快 它其实是 当然刚刚庭辉所提到 是在今年5月 这个拜登去访问日本南韩的时候 在日本东京那边 他正式宣布开始这样子 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在去年其实就已经产生了 在去年10月的时候 拜登在这个东亚高峰会的时候 他就第一次有提到这个IPAF架构 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 在这个印太战略报告里面 又把这个主导印太的这个经济架构 列为未来12到24个月 未来一年到两年之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计划之一 所以它并不是突然冒出来了 其实它已经构思一段时间了 那当然这整个状况来讲 就是从美国 从川普的时候到现在的拜登 其实一直都在把整个目光 把整个战略都放到印太这边来 当然就是之前的欧巴马这个重返亚洲嘛 那到川普的这个印太战略 到现在印太战略可能2.0了 又加上这个IPAF的架构 其实都是要让美国在印太地区 保持一个比较战略跟经济主导的一个地位的优势 那进而去完全围堵中国的这个目标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刚刚田辉提到说 这个台湾没有在里面 我觉得台湾没有在里面 对台湾真的是还不错的一个 最后的这个决定 因为你进去里面可能有一种东西叫这个蹄鱼 蹄鱼很臭但是又很好吃 我就觉得很像台湾有点像蹄鱼这样的 一打开味道很重 但是大家又很爱吃它 因为台湾又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蛮好玩的 怕台湾一进到这个IPEF里面 大家就怕糟糕被吓着 台湾蛮香的啦 台湾不会那么臭啦 你这个比喻有点是 有点好笑啦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很喜欢台湾 但是又怕后面 跟台湾有所牵扯的这个中国 又在那边给我施压 对我做什么事情 我很麻烦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反而就是美国决定 就把台湾另外独立出来 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跟台湾谈 我倒觉得这样的方式会 这个效率进程会快过 原来这个IPEF里面的这个系统 虽然说已经开过这个部长会议 但是他的整体要做什么 大家分配 大家到底要哪一个资助 还是非常不明确 我们知道这个IPEF 他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他的市场准数其实很差 他的资金流通率其实都很不好 那他也没有像这个CPTPP这样子 CPTPP是几乎 99%以上是免关税的 但IPEF似乎好像又没有这个效果 所以大家尤其是他把这个目光都放在 IPF的成员几乎都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 除了一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斐济 这是比较奇怪 我等一下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他几乎都是这些国家 那大家知道印太这些国家 他除了几个国家发展的比较好 像日本韩国台湾这一些比较好 新加坡 那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你觉得有哪个国家 可以真的要去完全符合 这四个资助 或是他光要符合其中资助的 里面的一项他都很麻烦 除了刚刚我所提的这几个 比较先进的国家之外 所以美国左眼是什么 他其实也不期待说 你这个马来西亚 你这个印尼 可以完完全全来符合我这些资助 我只要把你们集结起来 其实他的想法是这样 那关于斐济这个部分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当初在 我记得大概去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这个王毅 开始要去处理这个 南太平洋这些群岛里面 那也那时候传出蛮多的传言说 要跟那些国家 所罗门啊什么签这类似这种 军事协 安全协议 对 安全协议之类的 那当然这个美国就很 就很担心嘛 尤其是这个南太以前 几乎都是这个美国在主导的 很多军事部署在那边 之前在跟廷慧聊天的时候 他对南太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美奥纽 对 都是在他美国的势力之下的 那你现在中国闯到这个里面来 而且说实话 中国也从台湾手上 在这个南太里面 抢这种蛮多个国家的邦交国 所以他当然担心啦 尤其是澳洲也非常非常担心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才决定 因为刚刚好在讲这个IPF 把这个斐济 因为斐济它有一个 这个战略位置又重要 是 它是区域的hub 它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刚好又是南边又是澳纽 那往上可以连结这个东北亚这边 所以刚好就把它拉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 但是效果会怎么样 倒是不知道啦 战略考量 那其实在最近美国的这个官方的一些报告当中 他们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把关税跟市场准入 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的过往 WTO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东西 就是说你要开放开放市场 让我服务业让我货物业能够进到你的市场去 然后你要降低关税 因为我们要往自由贸易的方向去进行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WTO规范 那美国他认为说这些规范 已经无法足以让中国守规矩 也就是说以往他们努力那么多 让中国进入到WTO之后 结果没想到中国是运用WTO里面的 因为它又以发展中国家自居 所以包含对市场准入 对这个关税 他常常拿这个东西来耀武扬威 来威胁其他国家 比如说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那我就关闭这个市场 我不让你进入到这个市场 那你知道中国大陆 它本来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它没有一个自由经济 没有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市场开放来讲的话 是有限制的 那甚至现在还做到国进民退 那你怎么可能会达到 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种概念 所以他们说现在他们不干这种事情了 也不去推这个事情 因为这不重要 而且也无法去达到他们目标 现在他们要制定新的规则 就是刚刚提到IPEF这里面的规则 所以我才会比较担心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很细微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很多国家是目前没有那个标准 但是事实上美国正试图在制定 未来二三十年后的一个游戏规则 那这个规则有可能让中国无法赶上 那我们刚好台湾可以在这里面 可以跟美国用双边的方式 因为美国的规则当然他就会强压其他的几个国家 要守他的规则 那当然跟台湾之间来讲的话 反倒是一对一的互动还比较顺利一点 因为你如果要跟其他十三个国家互动 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所以这个再从所谓结构因素来考量 再加上美国他的战略思维 他是在思考二三十年后的一个游戏规则来看的话 似乎这个东西是非同小可的 因为我觉得游戏规则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现在台积电要求说 你制造晶片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绿能要占百分之多少 你不能去用那种高污染的什么 煤矿发电的那种电力来制造晶片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环保标准 就是气候变迁的问题 然后形成的环保标准 那你在看到里面还有提到 所谓的反腐败的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东南国家 现在看起来他们可能标准跟不上 但是这些规则就是 这些标准就是变成 美国他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 那你跟上 跟上的时候当然就好 如果没跟上的话 调队 就像中国大陆现在连队伍都没有办法参加的时候 那可能未来 短时间你看不出来 出来它的效果 但是二三十年之后 它的效果可能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再进一步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个台美贸易倡议 这一块 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是不是有什么这样的进展 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像IPF刚刚提到 9月有办计部长会议 那现在它绝对应该不是一个 空口说白话的东西 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进展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所以刚庭辉所提到 其实我们在讲IPF 当然有时候常常会把它连结到CPTPP去 那都是美国在排除中国的一种作为 只是说之前的这个CPTPP 是比较事实上中说 中国你可以来申请加入 那你加入之后 如果你顺利加入 我再去逼迫你去遵循我的规定 CPTPP里面有规定 那现在IPF是 我连加入都不让你加入 我等于是整个把你排除在外了 所以你连机会都没有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说 CPTPP它是一个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它要形成的过程当中 就以前美国来讲 它要进入它的国会系统 只要很多东西很多法案政策 要经过美国的国会 其实都会变得很复杂 可能赞成或不赞成 或时间要花得很久 跟我们的立法院差不多 那IPF不用 它是一个行政协定 所以只要这个行政部门宣布了OK 大概就OK就过了 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会变得会比较不一样 它的行政部门的空间 跟弹性会比较大 那当然我们这21世纪 台美这个贸易倡议 其实在近期刚好开会 11月初的时候开会 在纽约开了 那其实就进程上来讲 听说应该会蛮快的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才会说 会比这个IPF的进程来得更快 包含双方在这个相关的 不管在法制面上 或是在这个贸易面上 相关的这个规范上 蛮多的领域的 进程会比较快 就不会像我们之前说 我们有加入CPTPP 这个官媒一个国家 在那边戳商戳来戳去 也不知道戳多久 现在状况也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这个IPF 时间进程都会来得快 我个人预期会比 这个原本的IPF快 那当然刚刚提到 IPF虽然已经有开过会 但是我还没有整体看到说 它后面会要怎么样开始 尤其是现在 如果美国的整个两院 又这个情况又改变的话 将来会不会 这个美国共和党 对于这个IPF 你的这一些相关作业 虽然它是一个行政协定 你会不会有质疑 会不会在众议院这边 就是说可能这个新的众议院的议长 要开始调查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会不会 如果拜登没有趁时间赶快处理的话 这个会不会又变成夜长梦多 又会形成到最后一个 比较难收拾的局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恐怖电台的 《将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林廷辉时间 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美国所倡议的印太经济架构 就是简称IPEF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教育大学的徐慧宜徐老师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 就是说美国开辟了两条路线 一条是IPEF的路线 一条是台美的21世纪的贸易倡议 最近来讲的话 不管是IPEF9月的时候召开了部长级会议 四大支柱当中有成立各个的委员会来进行讨论 台美贸易倡议的部分 也在11月初的时候 在美国也举行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这些都立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刚刚你有提到 会议老师有提到 美国这一次提出的做法 跟以往他在提TPP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东西是用行政的权利 行政协议的方式来处理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而不是去提一个什么样的条约 或是提一个什么东西 未来可能还要面对到国会的一些审查 或什么之类的 这是一个聪明的一个做法 因为美国在历经的贸易议题 以及或者是气候变迁的议题 很多条约到了国会可能就走样了 可能会有没有被批准 而被质疑到美国到底你的诚意在哪里 所以这一次其实在影席月曾经有一段在私下谈话的时候 后来被媒体披露出来 意思就是说 你拜登到底你们能够承诺到哪里去 因为到最后来讲的话 你会不会回到自己国会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反倒是把大家当作傻子这个概念 你是不是美国自己要先解决你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 再来跟大家谈 不过刚刚你也提到 那个属性它是属于一种行政协议的一个概念 我想应该受到的一个阻碍的概念比较少 那更甚至于说在这当中 我看到的是美国在国内有很多立法 是相互配合这样的一个IPF的这个立法 比如说前些日子讲的晶片法案 晶片法案来讲的话 似乎就是在落实这个里面 那个供应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所以看得出来美国拜登政府或是民主党政府 他已经开始采取另外一种招式 在处理一些这些国际议题 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去严肃 在看待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能说随便的就是评判说 美国是玩假的 美国是这个讲了口会而不实 美国在国内未来国会又反对又怎么样 但是看起来国会部门在很多议题上面 都有在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进展 那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 在台美贸易倡议的部分 就是说11月初我们有举行的 这个相应的一些会议 可能未来就是说到底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从以往来讲 大家说台美之间有Tifa 然后Tifa后来是因为莱猪的事情 就是后来这个瘦肉筋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后来延宕了很久 后来因为我们公同名义的表现 又表现出我们希望能够融入国际社会 能够跟各国来谈判 这个有关贸易方面的谈判 所以我们后来也是重新启动 跟美国之间的这些相关的谈判 那也有人提到说 台美最好是赶快签订FTA 那在签订FTA是不是有可能性 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参加 看那个CTVVT 现在是日本在主导 那现在日本至少还对我们还不错 岸田还可以延续岸贝的一些路线 那是不是有可能要加入CTVVT 那诸如此类 其实大家都很关切 就是说台湾在整个国际的贸易体制当中 到底站在什么的位置 那国王来讲已经被孤立那么久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台湾有护国神山 台湾有大家所需要的晶片 台湾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民主价值这一块 大家都很呈现 那有没有办法借由这样的一个优势呢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国际社会的一个多边机制呢 当然我觉得台湾是很积极在参与啦 当然就是你要参与 你就得要遵守里面的机制嘛 那个机制允许你进去 你才有办法进得去嘛 那比较可惜的是 台湾都在前面 在开门这个机制都会卡关比较久 其实台湾的体制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我们法规面其实都比中国好太多了 那又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些供应链 晶片上的这个优势喔 那整体来说啦 这个我们的职是非常好的喔 但就是很多时候 这一些组织喔 这些平台喔 都是卡在 不是你的条件很好 而是卡在那个政治因素的关系喔 中国的因素就会占很大的关系喔 那尤其是刚刚所提到 为什么我们要另辟一条西径 21世纪这个台美倡议的部分 其实就是最大的因素就担心中国 那种那个国家的一些干涉嘛 这些东南亚国家其实也担心嘛 所谓开这样一条路 所以台湾永远都卡在这个程序路径上 都会被卡关 倒不是说我们达不到那些标准 我觉得台湾是 不管我们的政府部门 或是我们民间 所以话说未来 过去卡关的因素都是因为中国因素 是一个中国政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所谓的现在在微中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而且是不是应该 这样那个一个 就是说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比如说跟美国之间签署FTA也好 或者是跟美国之间达成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其他的什么 什么样的协议的一个落实 这些东西是不是会变得相对的 会比较简单一点呢 是 当然啦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事情 都有这个所谓的理想上的考量 我的什么中心思想 跟我的实际利益 国家利益的考量 当然我们现在说美国 再说两党 几乎都是抗中的这个氛围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在华府那边 也有一群是支持中国的 这个不管是智库 还是团体 就是中国在美国那边 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长久以来 才会有所谓的这个小猫派 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出现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 当然乐观很好 但是还是要有这一个 相关的风险的概念的存在 我插上嘴好了 就是说因为从二十大的 政治局的人事安排 我们看到了里面很多 根本就是没有所谓的美国经验 就是跟美国交手的经验 你不管是说 维护自己中国的国家利益 为出发点也好 但是至少有跟美国打过仗 就是我说打过仗不是真的 交手过 对是有交手过的 是有谈判过的 但是像目前为止看起来没有 因为你看以往来讲的话 19届的时候有刘鹤 刘鹤是常常跟美国之间 在那个谈判的 你有看到王岐山 王岐山是以前在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然后甚至于2008年 发生这个华尔街的 雷曼兄弟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其实王岐山都有出手 而且当时王岐山跟华尔街的关系都非常好 然后就不要再讲李克强这些人 就是说以往的这一批人 里面是有跟美国交涉的经验 但是你看到现在20大的这一批人 完全没有 唯一就是习敏自己本身 他跟美国交手过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从地方官员做起 或是他的幕僚 或是什么的 完全没有那种 在第一线跟美国直接打仗的那种经验 那这样的人 他们看起来似乎好像 踩闭关自首的感觉 才自己管自己 你美国不要来管我 我也不要管你 那我们好像要 就是断绝类似一些关系的 当然不是断绝关系 是说能够保持一些距离的感觉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怎么去跟美国去 argue 你看现在连秦刚在美国 连见拜登都见不到面 那他怎么又根据美国要求说 你不能对台湾怎么样 那所以台湾是不是应该 藉由这个机会呢 这是一个机会之窗呢 或是说我们还是要很小心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会 有什么陷阱出现 或是有什么东西出现 到底我们的态度哪里 应该是怎么样了 刚刚提到 就是现在习近平的布局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知美派 应该这么讲了 其中可能有一位是王沪宁 以前在美国念书的 这一个可能跟美国人喝过酒 上过酒吧之类 有可能 可能就只有他 不然基本上就 但是他是高举 意识形态大旗 要跟美国对干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建构 他是底层战略的建构者 等于我们说是习近平的这个大脑 等于习近平的思想 他想要做什么 都是借由王沪宁把他文字化 所以很有趣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现在 我都说他是 比较是闭关锁国 至少我觉得接下来 在这五年里面 之后我们要看习近平现在 像说他第三任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十年 但是我觉得在第一任 应该都还是在经济上 可能是闭关锁国 那对外他现在不管是对哪个国家 对台湾对美国他都是战略藐视 他现在经济也藐视 不管你怎么样 我就是藐视你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做法 我根本不需要有任何 跟美国沟通的人出现 以前你刚刚所提到有刘鹤 现在没有了嘛 还有他那边遭总走来走去的 现在完全全就是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那这个其实就这种两乡 大家都不知道 他中国在做什么的状况之下 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风险是很高的 连美国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以前我们可以从别的国家知道说 至少中国现在的态度怎么样 状况是怎么样 里面内部经济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稍微得知一些讯息 如果现在连这个讯息都没有 那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说 这个习近平二十大之后 这个可能这个台海的这个危机会升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传出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连美国都没有办法掌握的话 那确实风险就会存在 我几个德国朋友也是一样 也是没办法被允许去了解 整个中国的实际状况 日本就算了 日本跟美国来讲 中国是提防 但是你说德国 德国跟中国之间贸易那么的绵密 但是事实上德国也是受到限制 他们也不能去了解中国目前的一个现状 那所以如果连这几个国家 特别德国的起报系统也是不错的 那都不太了解 不甚了解中国的话 那的确是很多风险会存在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出现 现在好多的在中国 不管是刚刚所提到德国 好多欧洲国家住在中国的这些官员 或是在那边的组织都被赶出中国 有些移到台湾来了 这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反而现在的危险是风险是最高的 对于台湾来讲甚至对于美国来讲其实也是的 是当初2015年欧巴马跟他讲了一些话 结果他给欧巴马的承诺都没有达到 美国已经对他已经切心了 已经完全不相信他所讲的话了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所谓的信任关系都一直没办法建构起来 他又怎么能够去建构两国的关系呢 是啊 说实在美国的觉悟其实觉悟的蛮晚的啦 是蛮晚的从川普时候才觉悟 尤其是他决定要修改宪法的时候 他才恍然大悟 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 今天节目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印太经济架构 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教育大学的 徐慧宜徐老师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这样看中国》